觀眾我們又見面了 歡迎回到228違章歷史查報小組 我是主持人張若彤 今天依然是我和我們的廖基兵廖館長 跟大家繼續說228平反運動的事情 廖基兵廖館長 各位觀眾大家好 首先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跟 上次一樣 我們要先呼籲一下 張文貞女士所領導的 權力回復基金會 他應該要公開他的完整的會議記錄 今天是第三次了 在我們的節目裡面公開的呼籲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他牽涉到利益很大 然後這個會議記錄本身 他對於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有本質的重要性 然後還有就是現在我們的張文貞女士 他又是 司法院院長的被提名人 他的這個位置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應該要做一個 在他現在正在做的 這個 全力回復基金會的董事長的位置上 他應該要做一個表率 這是我們 前兩集 一直在呼籲的事情 這一集我們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再呼籲一次 那今天我們要講什麼 今天其實我們要帶大家 有別於前兩集 我們都用比較 講比較細節的東西 那今天我們帶大家 一直後退 後退到什麼程度 後退到可以看到 這個 完整的 這個圖像 完整的 宏觀的圖像 一般我們來講 我們講改革 不外乎就是兩件事 我們講說政治就是 管理眾人之事 所以他有兩個 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人 一個就是事 那 我覺得說就是 我們要退退到什麼程度 就是我們帶大家 用一個比較長期的眼光 來梳理 我們現在要講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這個議題的 兩個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人跟事 改革嘛 就是要 如果是壞 就是要把壞事 這個拿掉 把壞人 趕走 對不對 好事就是我們把好事做起來 把好人送上去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帶觀眾 我們來 就是從事 還有從人 上面 來看這件事情 事當然就是我們 這個節目 二二八 這個違章歷史 茶暴小智我們的 我們的 就是招牌菜 就是二二八平反運動 當然包括後面的促轉 一直到現在 那這個事情 我們怎麼用宏觀的方法去 為各位觀眾梳理出一個 就是可以理解的一個脈絡 然後節目的後半段呢 我們會聚焦在 就是 張文正女士這個人身上 這個十年來他大概 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我們也是給 大家一些 就是 可以理解的一些想法 OK 那首先我覺得還是 回到我們的那個 老問題 就是二二八事件 的我們講的平反運動 乃至於後來的這個 促進 促進轉型正義 那 我相信很多人對於那些 具體的個案 是很有 就是 都會有些了解 但是 如果就是 東一個案件 西一個案件 好像沒有一個 比較清楚的脈絡 那我就幫各位就是稍微整理了一下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從 二二八條例到促轉條例到現在的權力回復 基金會的這個權力回復條例 那 從1995年 一直到2017年 一直到現在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我是 我想拿這個問題出來 就是 問一下我們的 這個 廖吉兵廖指引長 就是 就是因為 這個是我的 我的感覺 就是說 感覺到一開始的 二二八 的 平反運動 你看他 我們看那個二二八條例 他講的是 他裡面描述的那個 什麼是二二八 受害者 他描述的是說 這個人 這個受難者 他是被公務員或者公權力侵害 可是到了促轉條例的時候 他變成什麼 他變成是一個 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哇 這個這個東西就跟我們 這個我們都是 念法律的嘛 所以在 這個 法律上我們講說 我們學習國家賠償法的時候 以前都有學到嘛 就是 就像以前皇帝 皇帝是不會錯的 只有什麼 大臣會錯嘛 所以我們是 用公務員的方式 公務員或公權力的侵害 是公務員或公權力 的作為有錯 而不是這個 皇帝 或這個皇權本身的正當性有問題 可是到了促轉條例的時候 他去挑戰這件事情了 就是表示說 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或是國家不法行為 或者是 鞏固 這個統治行為 那我們 還是 從 頭開始看 就是 我就有一個 想說有個想法 就是說 這是不是 我們的 民進黨政府 他在一步一步的 吃掉 我們中華民國的統治的正當性 這個是我的一個問題 那我就想要 問執行長 我們在促轉條例 公佈之後 會出現一些我覺得 有點讓我意外的案子 就是說 一個人 他去攻打官署 然後可能被打死了 然後這個狀態之下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理由 可以把它平反 這個可不可以請我們 執行長幫我們 說明一下這個事情 因為我是覺得 有一點 轉不過去 這個我們是第六次一起合作 上個節目 這是你第一次 挑戰 我的程度 這個問題 我想 我應該 做一個基礎的 一個說明 是 要不然恐怕 社會各界的朋友 可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應該這樣講好了 第一個 民國84年 12月底 228基金會 依照228條例 成立 那時候大家 應該知道 那時候是李總統 中斷以後的執政 他一直到2000年 這個 228基金會 依照228條例 他要處理的這個 所謂的228受難者 剛剛你講過了 他定義說 什麼叫受難 怎麼叫受難 他就說 是被公務員 或者公權力侵害 對 這樣子 就是228的受難者 所以這個 在 這樣子的定義下 事實上 就是 應該這樣講 比較 籠統的 沒有那麼 精準的 用 法律名詞 來定義 這個228受難者 那我想各位也可以理解 那個 民國84年 要處理民國36年 等於四五十年前的 一個不幸的事件 社會那時候也 累積了很多 冤氣 不平 所以用比較 籠統的 不那麼 硬邦邦的 這個名詞 概念 來處理 這個 所謂的228受難者 這個事情 那是他的背景 是這樣子 那一直呢 到了 你剛剛提到的 2000年 民進黨第一次執政 08年 國民黨再度拿回政權 那2016年 等於民進黨是第二次 第二次執政 那時候 他們就很認真的 是用黨團 不是行政院版 是第二法院黨團 很用心的 提出了 大家現在耳熟能詳的 東廠的依據 他說 促轉會 大家都把他認為東廠 雖然我不一定認同 但是大家一般都把他 因為他自己也是做了很不好的示範 所以 促轉會所依據的促轉條例 這時候 他就很大膽的 邁開了一大步 怎麼樣呢 他把促轉條例 成立的促轉會 要處理的這個事物 對象時期 他從 這個 二二八大致應該在處理 民國36年 二月 二十八到 可能到七月八月 那一段時期 那 促轉條例的促轉會 他把處理這個 這個時期 往前拉到 民國34年8月15號 那是什麼 日本投降那一天 三十四年的十月二十五號 正式陳宜台說 等於接受台灣 恢復了中華民國的主權 對不對 結果他把威勸統治 拉到那邊 這時期 另外他 往後是拉到 八十一年的十一月 應該就是 金門戒 金馬戒嚴 這個是拉這麼長 那最重要的 時期從三十四年 到八十一年 他把他定義說 這個就是威權 這是威權統治時期 第二個 那他說 那我們要處理什麼對象 他說 任何 是 國家 就是政府啦 就政府 這講就 講白了 國民黨政府啦 國民黨政府 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或者說 這個侵害 公平審判原則 這些 這些判決 這些司法的裁定 通通無效 通通要平反 是 那我再講 這是 2017年 年底 第一次促轉條例 到了 2022年 5月 這個 促轉會解散以後 在促轉會解散前 又通過一個法 把條例修正了 他在這時候又加上什麼 加上說 這一段時期 如果 不是判決 就是任何的國家的不法行 這個行政行為 通通也算在 平反的範圍內 就是說它的範圍越扣越大 所以我這邊剛 我覺得您講到一個 關鍵詞 就是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然後公平選判 審判員 公平審判員 那我就想到就是說 對不起 我就想到 這個 這個 您主婦 這個廖進平 進平公 就是 他 在當時的狀況 他是被密採 那 這個在我們 以前在研究228的時候 我們都認為 它是一個 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個案例 就是 我相信 我們之間 也用過很多次 這個叫做 我們講說 受難者的原型 就是說 我們講說他被冤屈 或者是 甚至他出來幫忙的 結果反而 這個 反而是 把他密採掉 這種狀況 那 這邊也是我剛剛這個圖想要表達 就是我們在228條例裡面 我們當時講的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 也是大家應該是 心中覺得228受難者的那個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他是 我這邊列了幾個 這個 比如說密採 暗殺 冤枉 誣陷 然後誤殺 誤抓 對不對 我們常常聽到說 228我根本沒有參加 然後怎麼樣 就被國家 這個就被抓了 或者是說 我是冤枉的 其實是別人 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認為他是228的 這個受難的一種原型吧 那 我就覺得 很多人直到現在 還以為說 我們在這個 我們講說 平反運動 不只是228平反運動 甚至以後來白孔的 都有人認為說 比如說這個人他是被誣陷的 這個人他的叛亂行為是被誣陷的 都有這個說法 就是他們會把228我們當時的那個原型 把它套用在 後來的很多很多的陸續的 可是後來的其實 像我就在這個比如說在228事件的 我相信你也很熟 就是這個詞典裡面 有一個 他們有個別冊 然後裡面就有記載一些 比如說像 吳松柏 林玉堂 蘇金全 然後 陳金南沿 這些 就是他們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是跟國民政府 軍隊 交戰的時候 然後死亡失蹤 這樣的案件 這個就跟我們剛剛講的原型很不一樣 對 然後 可是 那他們怎麼是被 他們是怎麼樣的情況之下被認定說 是我們想說這個促轉條例底下的時候 國家不法行為的被害者 我其實很想問 很想問那個 這個 就是當時的這個 這個促轉 促轉的那些委員 或者還是說 那個 您可以給我們一些 一些想法 這個 這個問題 水很深 而且 就我一個228遺囑來講 這等於對我來講是一個蠻蜂窩的問題 怎麼講 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228基金會是成立了30年 受理賠償案件 是84年年底開始 第一階段 是9年 84年12月 加9 93年 我們在前幾集 也一直提到 說大部分的案件 都是在那9年 是 合定的 後來我任內在家的 開始的8年 我做前段3年 後面 民進黨再執政 以後再 人家5年 後面案子幾乎很少很少 對 那 在那些案子裡面 我以 往生者來講 大概有800件 800件裡面 沒有錯 你提的這個問題 這幾年來 很多人 都一直問我 你剛剛提的問題很簡單 這個 攻擊 就是 在 228基金會 那時候 我 接任以前的 大概 2007年 那時候有張延縣館長 他是國事館館長 他幫忙主導了 發行的228詞典 和28詞典別策 那個別策 就是把所有的受難者 基金會怎麼認定 他的受難事實 全部都列出來 你應該看那一本 那那一本裡面 有一個類型 就是 他寫名 他說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的人 算228的受難者 算生命權受侵害 算 國家公權力 或者 公務員 被公務員 侵害的 生命權的 一個受難者 他 那他怎麼受難呢 他就受難 紀要就寫 攻擊水上機場 被打死了 攻擊水上機場 失蹤了 那這個是 我能理解你的疑問 說 你去攻擊這個機場 等於是挑戰國家公權力 對不對 那 軍隊 又是公權力中 最敏感的 一個單位 那你跟他打仗 你也可能打死對方 那你被對方 被打死了 那你為什麼是 公權力 這個 被公權力 侵害的 那這個問題 是這樣子 就是說 當時在民國 84年的時候 那時候 228基金委的 作業 就很籠統的 就寫說 他是受害 就是 也沒有再解釋 為什麼 那個理由 那我 這個問題 一直 困擾著我 我 我沒有 我也是228 遺囑 我沒有資格去講 那些已經被認定受難者 他們不是228受難者 我 這個 我 我沒有辦法去做這樣子 一個 結論 但是我倒想到說 這個 228條例 就像這個表 228條例 是 84年的 制定的 2017年 又有促轉條例 促轉條例裡面 它很重要的 剛剛我們提過 他提出說 他要處理 國家不法行為 受害者 違反自由民主信證秩序 什麼叫國家不法行為 就是 你國家違反自由民主信證秩序 侵害公平審判原則 的人 是國家不法行為的 被害者的 被害者 好 那 我 我那時候就想說 在促轉條例裡面 有一條 他把228基金會認定的 受難者 全數 認定 就是不在神了 就是國家 不法行為的被害者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促轉會是不是應該 好 就那個時機 好好來跟社會各界 去解釋說 這個類型的人 就是 等於我 我接228基金會認定的受難者 我也認定 因為依法 我們也認定他是被害者 那他為什麼 你怎麼來解釋 而且他們其實要件不太一樣 對不對 就是我的意思是 就是說雖然他的法律 就這樣規定了 就是說 以前認定的 我們就直接 就 塗銷他的那些 有最科型的紀錄 對 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 法律在不同的 不同的階段 他其實是 有不同的進展 比如說像228條例 他一開始其實叫做補償條例 後來才改賠償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樣 一開始叫補償的時候 他其實就賠了很多人 可是我們是用補償的這個概念去認定這個受難者 所以當時比如說我們為了租金和諧 對不對 我們為了這個很多很多政治上面的這些考量 我們希望大家這個事情我們要 要把他正式 就面對他 然後接受他 接受他面對他放下他嘛 對 我覺得當時有一個這樣的念頭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認定的補償 被補償的 或者是後來賠償 他的要件也是公務員工權人情害 結果在促轉條例之下 他直接就用法律的方式 直接把他的這個 有最科型 這個紀錄都塗銷掉了 這就會出現我 我講的這個問題 但是他沒有去解釋他嘛 沒錯 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我這樣 你這樣 你這樣理解 我等於順著你的話 再跟各位觀眾報告一下 就這樣子 就是他有階段性 就是在李總統時代 那時候像你剛剛講嘛 這二二八事件是一個不幸的事件 所以就站在整個社會和諧的高度 用補償的方式 就是盡量的來圓滿各方的情緒 好 可是呢 你賠償 賠償以後 我們那時候叫補償 補償以後的人 然後他基本上已經 就站 他的位置已經站在 國際化公務權力的 被侵害者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現在 跳到促轉會的時候 你是用 違反 你先概括接受 原來二二八事件會認定的人 通通 你全部接受 然後你的理由已經在升一級了 所以他們 這些人 這些長輩啊 是國家不法 國家不法行為的被害者 那什麼叫國家不法 就是他們是 國家違反自由民主建政秩序 對 所以 他的理由已經升級了 對 他升級了 所以基本上應該這樣講好了 那時候其實 促轉會 就有一個責任 他要 你敢定這個法律 你敢做這樣的一個理論設計 對不對 還把自由民主建政秩序拉進來了 是不是 二二八事件那時候還沒有形線 對 是啊 是不是 二八以後的年底才形線啊 那這個沒有關係 就是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我回應你 就是 民進黨政府 你敢這樣設計法律 你敢成立這樣的 特殊的 轉型正義機關 你敢把二二八 處理的類型的長輩 全部拉進你的模型裡面 對 那 你又敢你的邏輯 你的法邏輯又拉升到 跟美國一樣 歐洲一樣 那些先進的自由民主國家 對不對 那你 七十幾年前的台灣 自由民主國家 你把那個最先進的 自由民主國家的要求 對國家的要求 回溯到民國三十六年 對 那好 你敢這樣做 我們也佩服 但是你這樣講 你要對我們遺囑一個交代 你要對社會一個交代說 那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對 為什麼說 我接收來這些 內型的長輩 他們都是國家 不法行為的被害者 然後 當時的國家就是 違反自由民主信任制 你要講出來 所以我回應到 你這一點 像我祖父 這個比較簡單 這是從事政治活動 對 參加228 處理委員會 是陳怡寧要我們組的嘛 對 是不是 我們的主張 都是政治改革的 也沒有主張暴力 甚至我們還幫了政府很多的麻 是不是 結果你恩將仇報 你不要說什麼公平審判 你連審判都沒有 你就用特務來抓走嘛 講白點 抓了以後 因為我們家裡關係夠 你怕我們去 透過關係找到 你要非放不可嘛 那這個人 反正抓到以後 我的主物 就不能再跟人類接觸 就殺掉 連屍體都沒有 那這樣子的 我主物這樣的類型 大家用膝蓋想知道嘛 很容易解釋 違反自由民主信任制去 不要說侵害公平審判 你連審判絕對沒有 這個比較簡單 但是你剛剛提到的 那些有些長輩 當然他不是為了私利 他有一個政治理念 他想救鄉救國 救民 他覺得說要把這個機場 攻下來 要把這個 國民政府的軍隊趕走 讓台灣才有真正的幸福 這是政治理念沒有錯 但是你在作為的時候 作為的時候 哪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允許老百姓來跟我軍隊對待 是不是 那你被打死的 你而失蹤 哪一個自由民主信任的國家 這樣子算 國家不法行為的被害者 好 這個責任是誰 解釋的責任是 你初轉會 你講啊 是不是 那現在我們就是 對 那初轉會 大家對他印象不好 是不是 2022年解散 解散了 我們都提過嘛 現在張文貞領導的 權力回復基金會 就是初轉會二頂一半 那你張文貞 你是義不容辭 對 這是你的 要去解釋這件事情 你 對 你的老大哥 老大姐 收工了 對不對 那你 國家也給你 編制 上次我們提到 快50個月編制 是不是 好像是 比 228基金會還多 對 比228基金會還多了 228基金會現在沒有辦法解釋了 你把228基金會 在我這樣講比較難聽一點 你把它閹割掉了嘛 你 在發錢你都不給228基金會發 你要替228基金會發 所以你現在變成領頭養 老大哥老大姐 這個責任就是 你要講 更何況 你又是自認為是 國際人權專家 憲法專家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像我們也是順著剛剛的那個問題來講 就是說 第一個是就是說 攻打官署 他被打死或者失蹤的 這是一種 那還有更進一步的是 比如說像 比如說太原監獄的案子 他們是把這個守衛 打死了 這個狀況 然後 就說 在我來看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攻打官署被擊斃這個平反 這個是一個層級 可是如果說 攻打官署 打死公務員 然後這個部分 我們也不追究 然後這個東西 我覺得又更進一級 然後 再往下就是什麼 就是反抗威權 波及無辜 就是被波及無辜的第三者 這我就想到我之前在網路上看過一個案子 就有點像是比如說 假設我 我今天生了一個重病 然後 這個我到醫院去 我要 我要換一個 我要換一個 換一個 這個心臟好了 對 隔壁正好有一個人來看病 然後我就 我就把他 這個是一個假設問題 對 這個無辜的第三人 我就把他抓來 抓來就是 結果我把他的心臟就直接拿了移植了 就是說波及我的 有一個很高大上的理由 但是我 我去抓了一個 跟這件事情好不相干的第三人 好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打死 這個守衛 這還算是 他們有一個說法 叫做什麼 鞏固統治權威 對不對 它是 國家鞏固統治權威的一個工具 對不對 那你把這個守衛打死 這個 這個 這個還是 在前一集的 可是在下一集就是說 連這個波及無辜的狀況都 我們都不管了 只要他的這個 比如說他 以太原監獄的狀況 他們是台獨的理想 對不對 高大上的那些理想 或是怎麼樣 但他們現在有各種說法 當時有些人認為他們是共產主義 有些人認為他們是台獨 不管 反正總之他有一個高原的理想 你只要有一個高原的理想 好像 怎麼樣都可以 就是 就是 平反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想說 就是 講到太原監獄的案子 不知道執行長有沒有一些想法 這個案子其實水更深 是 我到現在 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太原監獄原來 這五位 被槍決的這個 長輩 他們是在白孔 基金會 時期他們沒有去申請 是 我印象中是沒有申請 因為我查不到資料 是不是因為說在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228條例它其實跟白孔條例是 大概大致上可以算是同期的 然後大概理由差不多的 我這邊其實有找到說 他其實當時並不處理 觸犯內亂外患罪的 這個 你是哪一個 白孔條例第八條 第一項就是 就是說 觸犯 這個 內亂罪外患罪 有實據者 不得申請賠償 只有這個 對 白孔基金是 是處理 內亂外患罪是沒有錯 他是講說 如果是 確有實據 對 所以 我手上的資料是 有若干案件 他 譬如說你已經動到武力了 有槍 有砲什麼的 大概他們就認為說 你這個沒有話講了 所以我 這次 我揣測 那五位長輩的家屬沒有去申請 但是 施命德主席 一直認為說 國家應該給他們一個交代 可是施命德主席講說 他們是烈士 他們也講他是受難者 對 所以這個又回到一個 原來 一個很糾葛的問題 說 烈士 你把烈士 當受難者賠的話 雙方侮辱烈士 這又一個 對 我不只是剛剛 您講這個 我其實跟一些 就是受難者家屬也有接觸 他們也很 有些人很氣憤的說 他們才不是受難者 他們是烈士 對 對跟我這樣子講 但是 我不點名是誰 那一類的家屬 你主張自己的祖先是烈士 那你就不應該用受難者的身份去領賠償 是不是 你是烈士的話 應該 是由國家在訂個特別法律 說 你是烈士遺族 另外用融蟲的方式 這個 就像 黃花崗 那七十二烈士 他不是受難者 清朝還在的時候 他是判斷犯嘛 這沒話講 這是 願打服輸嘛 可是中華民國建國以後 他們是烈士 那烈士 你中華民國可以定特別法律 所以黃花崗這七十二烈士 就是這個遺族 看一年要發二十億 要怎麼樣 這個 對不對 這個OK啦 你要可以 庇佑十代 二十代 這都可以定 那我回到你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把它講完 就是 太原監獄這五位 他們在白孔的時候沒有處理 那施明德先生就耿耿於懷 那到了促轉會成立的時候 施明德先生一直呼籲 說促轉會要處理 那促轉會開始 也不太敢處理 後來一直到促轉會結束 促轉會是2022年5月底結束 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2022年的9月 促轉會 有特別 很認真的處理的這五位的 所謂的 這個國家不法行為認定事宜 他有個決定書 他就認為 這五位 因太原監獄的案子被判刑 被判刑 那些判決 全部撤銷 那他寫了很多理由 那 我在這裡就不詳述 但是 他留了一個伏筆 他說對了 當時蔣介石政權 用判斷罪 二條一 把他們槍決 這個判決全部撤銷 一二三四五的理由 可是你丟了個伏筆 說可是 他們把一個警衛班長殺掉了 這個屬於殺人罪對不對 因為不在本會審理範圍 我就不處理了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這個部分 那我講白一點啦 就是 這種就是說 他算很老實 他也可以不寫這一句 等於促轉會這些審查的委員 他們也一致認為 這五位 殺 不管用什麼理由 殺這個警衛 他們沒辦法替他 變白就對了 但是他講說 因為 我們促轉會專門審理這種 叛亂的 殺人我就不處理了 所以這個就會 會回到一個點 我就一直 我也問過很多人 到現在沒有人給我答案 我說很簡單 這五位有政治理念 這我們尊敬 是不是 而且這名字不可為而為 這個我們都知道 像我們就 貪生怕死的 不可以去幹這種事 他只要不會成功了嘛 可是他說 不能因為不成功 而不做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就像我們兩個 一直講 一直講 我們知道說 最多是被罵一下 但是不會死 我們願意做 那他不是 他說這個每一個 要死很多人 這個政治 他們的改革才會成功 所以他們願意做 做火種 這個我們敬佩 但是問題是這樣子 他們想推翻的 中華民國還在啊 對不對 如果中華民國被推翻了 那他們就是建國元勳嘛 所以 那我就問 一些 自認為這個轉型正義的專家 我說我請教你 中華民國 你們說他是外來 那不管 他到底是 你們現在都承認嘛 你們選總統還選得很認真 是不是 那為什麼 中華民國還在 他想用武力推翻中華民國 一殺掉當時的所謂 那他是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 對不對 中華民國還在 那 我說 會不會說因為換 有沒有那種政治理論 說總統換 就算國家換 他還打不出來 是不是 那我說是不是我們 可以解釋說 因為那是我們現在第二共和 還第三共和 我說大家也不對啊 就是 我問他一個問題 他沒辦法回答 我說我們 就你們現在出轉位 都把 這個法邏輯 從 就是 民國34年 8月15號 還沒有行憲 一直到36年 12月25號 來行憲 你們就把現在的憲法 回溯到34年去的對不對 所以你基本上 在你們邏輯是 34年8月15號就行憲 是不是 那行憲要保護誰 保護中華民國 對 這中華民國都沒有動啊 那為什麼說在中間 用武力去推 去殺 這些人 你們認為是國家不法行為的表演者 對 到今天為止還沒有給我答案 這個邏輯 講不通 我 邀請 邀請 那個 那個 董事長幫我們解釋一下 開示 開示一下 這個應該要問他 然後 這個其實我們剛剛 只處理了就是 講說違反自由民主信任秩序 其實還有一個部分我們沒有講到 就是剛剛你也提到了 就是 那個公平審判原則 我就很不能理解就是說 好你說 當時的軍法審判 早期的我們講說會審 會審的那種軍法審判 或者後來 有這種引入這種 那個 就是 辯護人制度的這種 軍法審判 好 好啦你說軍法審判都有問題 這個這個我沒有 沒有什麼話說 對啊 可是 好像是連這個司法審 就是普通法院審判 都有例子 對不對都有說 我們想說違反公平審判原則的例子 是不是這個部分也請 執行長幫我們說一下 你講的很含蓄啦 我就講白啦 是這樣啦 這個問題也是 我這幾十年來 一直被很多同行挑戰的 他說 你們 你們228受難者裡面 就你們 基金會賠償裡面 當然不是我任內賠償的 你說好 你們的招牌菜啊 就是 這個 成立 228宣布的戒嚴 不符合戒嚴法 第八條規定 那時候 那時候戒嚴法規定 這個沒有經過立法院 追認同意 所以 沒 無效 就是 比較無效 就是他那個戒嚴喔 不能 變 不能 造成 軍法審判的條件 然後說這個東西 這些事情 也是層層去捅出來的 層層是總長 白松是部長 那時候兩個打比仗 層層去捅 再上籤給老蔣 說 這個怎麼可以軍法審判 不行 這很好笑 那個軍令機關 去捅 反而就是遵守法律 然後軍政機關 要務實一點 那個我們看 大西黨看很感動 那後來我們也知道說 就是 講工具是 可能比較粗魯一點 是是這樣嘛 那不管怎麼樣 層層就點出來了 這個軍法審判通通錯的 那後來老蔣 說怎麼辦 叫魏道明 魏道明 魏道明說啊這樣 你說軍法審判不算 那我怎麼統治 對不對 這影響統治嘛 就算了這樣 所以 就一般我們這個圈內的 這個是現在這個 228基金會董事長 薛發源 薛董事長的招牌債 他說他軍法審判全部不算 那我也曾經寫過文章 說這個軍法審判不算 這個好 那軍法審判不算 這個我們知道 所以很簡單 在228基金會 只要看他軍法判決 我們通常不看 這個大家可以接受 對不對 你判了什麼好 我通通不看 因為你沒有軍法審判權嘛 那就不看 就通通無效 通通無效 被判的人通通是 無辜 無辜是228說難所 這個邏輯 這個我想大家不會反對 但 人家說他軍法不算 普通法院 對啊 是不是 我就看一個像 吳金燦的案子 你幫我講一下 我知道了 你講都是要得罪人的嘛 吳金燦老先生的案子 是跟中藝人前輩是同一案嘛 對不對 那他這個案子 案情是非常單純 吳金燦先生我跟他比較不熟我不談 中藝人先生你看他的回憶錄 寫了很多很精彩的回憶錄 他就承認對啊 我要武裝我要退 退翻 退翻這個可惡的外來政權嘛 那台中也打了一趟糊塗 兵營有沒有 兵 有被打死被俘虜的嗎 這個不用我說 他們回憶錄前後出了幾十本 好 那他這個案子 21是抓到 這個 他們兩 中藝人跟吳先生 兩位前輩送台灣高等法院 因為是二審 二審的 這種內亂外患是二審的權利 那你判了 判的時候 這當然是典型的暴動內亂嘛 暴動內亂罪還漸行 我們知道 不用懲治判斷條例 用普通刑法的100條 101條的暴動內亂罪 主謀是死刑或無期徒刑 那 對 那那個 中藝人先生還 檢一次 用59條檢 判15年 好那我講後面 那現在問題是這樣 判了以後 高等法院判了以後 他們沒有上訴定院 那現在很多人問我啊 說高等法院是普通法院 對 他判決 定院的 還指定編務人 指定個大牌律師 那 這個判決 為什麼 為什麼是違反公平審判原則 對 啊我說 我都叫啞口無言 啞口無言 要請張文森 董事長 幫我們解釋一下 對 對 所以我現在只能講說 對啦 而且他後來好像 他關了幾年 應該這樣講 那個判決 判了以後 定院以後 中前輩是15年 他關滿 另外你剛剛提到吳先生 他是判7年 他不是索莫 他就是暴動戀亂罪 對 暴動戀亂罪 最少7年嘛 最高無期徒刑 就量最低刑 然後民國39年 39年的時候 陳陳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有一次 對 228的 還在服刑人 做專案檢情 就放出來了 所以他就關 兩 關三年 三年多 對 所以就是 到底這樣的過程 我們這樣看下來 就是 真的很 我覺得很難想像 就是說 連這樣的案件 他都要把它 認定是說 就是我們剛剛講 違反公平審判 就是我的意思說 這樣子一路看起來 就是攻打官署被擊斃的 平反掉 然後打死公務員的 這個打死公務員的部分 不追究 然後這個 普通法院審判 然後還減刑 而且還不是依照那種 就是那個 判亂條例嘛 對 就是不是依照那種 最嚴厲的 用普通刑法去判 然後後來還 這個專案 再減刑 對 就出來 這樣的狀況之下 然後他也把它認定是 這個違反 這個公平審判原則 所以我就真的不知道說 就是 所以我就一開始提出來 這個我就一開始提出來 這個論點 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在一步一步的 就是好像我們講說 切香腸 然後 一步一步吃掉 中華民國的統治爭壤性 我真的打一個大窩 這個我不是想要請問你 我是想要請問這個 這個張文生 這個董事長 就是他現在 坐在那個位置上 我覺得他應該要解釋一下這些事情 但是他現在目前為止 如同我們前面兩集講的 他就選擇拒絕公開 黑箱中 這個事情如果是別人的話 我覺得我也不會那麼樣的氣憤 但是是他我特別氣憤 為什麼我們就要講到我們今天的第二大部分 我很快講過去 就是人的部分 各位可能不知道他十年間做了些什麼事情 就是這個十年我大概把他 就是大家比較知道的一些 公開的一些事情我把它列起來 那他其實2014年的時候 我想執行長應該也知道 他出來就是他有力挺反服貌 那這是個人的立場 我們這個太陽花 對太陽花 太陽花的是力挺太陽花 這個個人立場我們也不知道 有這件事情你要寫出來 對然後還有就是同性婚姻 他是視線的鑑定人 那這是他的專業 這個也無所謂 通姦罪違憲 他也是主張這個通姦是 這個侵害的 對 除罪化的這個一個 然後 但是我現在想講的是這個 這個2021年 他其實是認了這個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其實他是一個獨派的智庫 陳董事長 陳大教授 對 他的智庫 然後他就在這個董事的任上 他有幫這個智庫寫一些文章 那裡面就有一篇是這個主張 我們講說就是這一篇 就是這一篇 聚焦公民憲政主義的新憲政模式這一篇 然後為什麼要提出來 其實我對於個人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到說 就是這些烈士 或者台獨烈士也好 共產烈士也好 就是他們有一些政治主張 這個我們尊重 對雖然不見得認同 但是尊重 同樣道理也是一樣 在張文貞 現在我們要叫他張董事長 對不對 的狀況也是一樣 他有這個比如說 台獨的立場 或者是說他任何個人的任何的政治立場 我們覺得我們都尊重 可是我不能忍受的是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他裡面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這篇文章裡面 他其實提到了就是說 他有幾個看一下 對 他這邊有提出一個論點 就是說 聚焦公民憲政主義 擴大公眾討論和民主審議 這是他2022年寫的文章 那你憑什麼在2023年的時候 在權利基金會 就是權利本部基金會任董事長的時候 你不公開這個 所以他懂啊 他就是要懂啊 對他懂 但是他坐在那位置 屁股坐上去之後 整個人就變了 所以他要人家公開 對啊 他要人家自己不公開 對啊 這最可惡這種人了 對 我就很不能接受就是這一點 所以看到的時候我非常氣憤 這個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特別拿出來講 是 一方面是 所以你懂嗎 對他懂他不是不懂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也是 當然我就是因為 他有這樣的狀況嘛 我們常常講說 有一個說法叫 綠能你不能對不對 就是 大家的 這個標準 對 用聖人的標準去要求別人 那但是 同樣要 要求不要求自己 那像這種狀況 就是我也看到了一個 就是他 其實同樣的 2022年那一天 他在這個獨派的智庫裡面 他提出了一個 有一個說法 他當時 叫做自憲修憲相對話 當時他們就是 比如說獨派 他們有一個說法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 自憲 對不對 台灣的這個國家憲法 台灣共和國 台灣共和國憲法 不用客氣啊 那但是他這個 2022年他已經提出來說 自憲有點困難 對 所以他希望提出一個說法 就是說自憲修憲相對話 我們用修憲的方式也可以達到自憲的目的了 對不對 那可是 不知道執行長有沒有注意到 他在這個提名司法院院長的這個 自傳裡面 他其實講到一個說法 他就什麼 他又說了 他說因為難以修憲 所以視憲應該發揮關鍵功能 從威權轉去生化民主 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剛剛串起來了對不對 視憲 應該就是 因為難以修憲嘛 所以我們要用視憲去做嘛 對不對 然後對 所以某種程度上 視憲跟修憲是相對話的 然後修憲又跟自憲是相對話的 那就是視憲跟 那個自憲是相對話的 對啊 我就懷疑說他們 其實搞來搞去 其實用視憲 視憲自 見國嘛 見國 對不對 我懷疑他們 其實他自己寫的 不是我們寫的 而且他是寫在 總統屋網站 他是自傳 對 所以這個自傳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 他當這麼重要的 促轉機關的權力回護基金委 一個字都不寫 對 可是寫 這個就要寫上去 對啊 所以就是他 我也很難過 就是說像上次 我跟這個執行長 我們也聊到就是 比如像以前 像Freddy 林昌卓 或是現在這個藍士博 他們其實當時都是很年輕 然後就用我們這樣所謂的 社會公正人士 然後進入這個領域裡面來 都30來歲 對 都30來歲 然後社會公正人士 然後現在 如果說他們是社會公正人士的話 那我們講說司法院院長 更要是一個社會公正人士的這個角色去擔任 對 那很多人 當然這個張文正 我看了一些網路上的一些說法 這個當然現在說法很亂 有些人認為 因為他支持太陽花 對 就認為說 他有這個政治的立場 有些人甚至 把他跟這個黃國昌 就是相提並論 那也有的人 就是 認為 他是 就是政治目的大於他的 這個學術專業 當然也有人 替他講話 就說他都是 像這些同婚啊 或者是同姦 他都是 他都是 他的專業 對不對 這個視線他的專業 人權他的專業 那 但是我就覺得說 其實 執行長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感覺 就是說 像這種 這種 這種 像說司法啊 或者是那種 那種 二二八基金會啊 這種 這種 這種權力回復基金會 這種體制外 但是權力大得不得了 然後 然後 牽涉利益又很龐大 然後或者是說 那種自憲建國這種事情 都是這種人啊 就像說 如果 我怎麼知道他不是下一個Freddy 我怎麼知道他 他不是下一個藍世伯 就是我們講的說 明明是應該 明明應該要是一個 公正 人士 去擔任的職位 但是他們為了某些目的 就放了一些 就是政治立場 非常非常 我們講說非常鮮明的一些人 在這個位置上 那他到底 他到底是要做這些 正義人權的事情 還是他另一個目的 我覺得我們就 睜大眼睛 好好的 繼續看下去 那執行長有沒有 需要補充的 今天 我就一句話嘛 你剛剛講到Freddy也好 講到藍世伯也好 Freddy我覺得他還好一點 那藍世伯他基本上 他 他只服務一種家屬嘛 主張台獨的家屬 其他都是 都不是家屬 都是叫什麼 噁心的 對不對 對 那我覺得張文貞女士 也有這種傾向 那我不知道他上任以後 跟多少 像我們這種 比較不會去太講台獨的家屬 有聯繫 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們當初 就是全民 就是 我們講說 這個平淡運動 或是促進正義的工程 我們其實全民 期待的其實是一個 大家都平等的一個狀態 而不是說 因為你掛一個台獨的身分 就在這裡面 有比較高的正當性 並不是這樣 不是講說 不必因為認同而被證明 對啊 這句話大家講來就是 對啊 不是因為 那我們因為 不太 不太認同你的主張 那就變成 你不幫我當228家屬看待 不是嗎 好啦 那我們今天也是 還是同樣的話 再講一次 這個 張文貞董事長 趕快公佈你的 不要再黑箱了 趕快公佈你的會議記錄 好 228 這個 違章歷史 查報效數 我們下週見